所有的恩典都是对夫人的一种考验 我们能够成功地面对这种考验 还是失败呢 能够成功地面对这种考验 能够成功地面对这种考验呢 我们如何成功地面对考验 通过两个方面 首先 在两点来年之前 我们只靠一靠一靠 现在 现在 你走在路上或者开着车开在路上 我们看到金式的很多装饰 大楼啊 汽车啊等等 许多金式的装饰 许多人会想到 如果我有一个朋友当官了 那么他会给我签财那多好 如果我知道那个大商人 他给我签财那多好 我们应当向阿拉祈求乐源 我们应当向阿拉忠诚地去祈祷 我们不能向阿拉以外祈祷乐源 为什么 因为只有阿拉才能赐予乐源 任何阿拉以外都不能赐予 那些金养 不管是孩子 钱财等等 一切都是来自于阿拉 有一些人 想获得钱财光想着那个认识一个当官的或者某个大商人 那都是这个没有想到阿拉 这都是错误的 如果这些长官 那些头领们 他们怎么做的 他们那些人都是怎么做的呢 学者们怎么做的 如果你只是依靠那些人了 依靠人不依靠阿拉了 那都是不可以 长官说你拿这些钱财 你是知道一切钱财是阿拉赐予的还是他赐予的 这是首先的考验 第二个考验 案件已经来到你 钱财 你用钱财 你用汽车了 妻子了 有孩子了 你应该怎么办 问问 现在问你 你从哪儿得到这些案件 你说这是我工作的结果 我努力工作的结果 这是失败了 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说这是阿拉的恩典 这样做这样说 这样提侦相信 这样的信仰才是正确 所有的恩典都是对人的一种考验 人们面临着成功 还是成功面对考验 而失败面对考验 我们成功 需要从两个方面 我们在恩典来临之前 我们只投靠阿拉 记下阿拉 提出阿拉 能够获得恩典 在获得恩典之后 我们向阿拉 感谢阿拉 那才是正确的 在内心上 让人内心要知道 一切恩典 一切吉养 都是来自于阿拉 在内心上 你会说这些恩典 在内心上 嘴上如果说 嘴上说 记贱阿拉 说恩典来 记贱阿拉 在内心上 你会说这些恩典 在内心上 在内心上 我们从身体上 执行上 健行上 把钱财 弄在主道上 弄在正确的道路上 那样